视察云报假车产现 总统蔡英文重申国防自主的重要性 拥有坚实的国防实力 台湾才能拥有真正的和平 除了靠自己 台湾也得联手民主盟友 像是美国参议院外委会 就将在台湾时间15号凌晨 审议备受瞩目的 2022台湾政策法案 内容包括将台湾列入 主要非北约盟友 提供4年45亿美元的军援 台湾驻美单位证明台湾代表处 IT处长任命也比照 美国驻外大使的提名程序 而且职呈改为代表 以及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等等 可说是1979年 台湾关系法通过后 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性的重整 我相信美国自己很清楚 台美关系的强化绝对有助于 来遏止中国这个威权 在这个区域的扩散 也有助于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绿营立委看好台美关系 进一步深化 但传出中国驻美大使 秦刚怒呛 如果有台湾政策法 就没有美中关系 也因此让白宫备受压力 不仅游说民主党议员 踩煞车 更可能微调台湾政策法部分条文 我们的政策队和政策队 都在谈讨论与美国的计划 我们在谈论与台湾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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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是建议推动 类似这种法 相对而言让强制性降低 学者研判美方可能的做法 提出台湾政策法的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 美南德兹也透露 法案预期会过关 展现两党对台湾的支持 美中台三方唯妙的关系 先请我们中委员 帮我们分析 中国在国际上 常常测澳簿 搞一些小动作 像是最近就不让我们的 选美嘉丽上台 连这个也要挡 那另外一部分呢 最近又开始在施压美国了 跟美国说 你好大 如果把台湾政策法案 让他顺利过关的话 中国的外交官呛吓 那么就没有美中关系了 美中关系就会面临瓦解 每一次讲话 呵呵啊说 都不行 他们都是用嗆瞎 用威胁恐吓的委员 是我们现在看到 在台湾政策法之前 本来美国对台湾 就有个台湾关系法 那如果严格来讲 台湾关系法 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对台军售 为什么 因为呢 如果对美国来说 他的军火可以卖到什么地方去 要卖给国家 这是国际上的一个 国际条约上很清楚的 那如果你卖给 不是国家的一个团体 你可能涉入人家的内战 你可能涉入的叛乱组织 所以呢 当美国要用国内法来 当美国要对台维持 足以让台湾自我防卫的武器的时候 他就定了一个台湾关系法 因此呢 这个台湾政策法 跟台湾关系法 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要把实质升级之后 明时要相符 怎么说呢 升级的是什么 升级的是军售的内容 为什么 因为在台湾关系法当中 美国就可以受给台湾防卫的 自我防卫的武器 军备 但是现在呢 台湾的防卫呢 不是等对方打过来 我再保卫自己 我要什么 我要拒止 我要预先的 甚至呢 当你的飞弹 要来打来我之前 我能够消灭 你境内的飞弹基地 那当军备发展这种程度 那么对台湾的实质 军备的升级军售 那美国它就要一个合理的 因为美国是一个 民主法治国家 它必须在法案上 授予这样的一个 强化军备 一个合理的地位 就是什么 它是一个非北约的总盟国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的这些高精密的军备 它才能够合理的输出 到这些国家来 那大家就说 哎呀 美国人就想卖武器给台湾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说这个军备 它不只是说 做生意 我卖给你是赚你的钱 这样的说法大错得错 你看看这是俄乌战争 俄罗斯在乌克兰 它一共总共有一套 飞弹系统 好像七套还是九套 有一套呢 留在乌克兰 还不去带走 这些军备武器 对美国国家来讲 都是自己保命的 重要的关键 它怎么可以随便流露出去呢 所以当台湾 要获得美国先进的军备的时候 美国当然就要对台湾的关系 要一定的升级 而这次升级之外 实质升级之外 还要什么 明实相符 美国会支持 要求行政部门 对于台湾在民意上 你必须要给它证明 不能展示它的主权 一个象征 这些都是反映出 这几年来 美中的一个 在两阵营的对峙之下 为什么要强化在西方盟国 它要强化对台湾的关系 也希望强化台湾保卫 自我的能力 也加强了防止中国的 对外扩张 那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早就很久了 你说马来西亚 你说这个选美加利 不能上台致辞 不要忘了 2016年 前总统马英九 他就在那边受入过 在马六甲 参加一个 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他是以国家前元首的身份 大会守舍打开来 其他的国家元首 前元首都有列头衔 就他没有列 所以马英九赶快怎么样 自制一个名牌 我是台湾的总统 后来取消了记者会 他赶快对外来说 因为连马英九这样的人 他都说什么 他说 哎呀 中国不需要在这地方 我是卸任元首 这是民间的活动 你何必这样打压我呢 说得很好啊 你国民党党主席 你当过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都是他说 无所不用的旗币打压 你前元首他打压 难道这个 选美加利都不打压吗 不要忘了 马来西亚是一个华人 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 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影响 是非常深入 我举例来讲 马来西亚13个州 两个州是华人在 做地方首长 一个是马六甲 一个就是什么 那这是槟城的发生地呢 槟城是中国派在马来西亚的总领事馆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 如果说大使是派在首都 总领事馆一定发生在那个国家的最大商业城市 所以槟城对于中国来讲重要性不言可遇 这几十年来槟城的地方首长 最高首长都是由谁 都是由华人来担任 所以呢 中国在这里用力资深 所以到槟城很多活动 我也很清楚 我去参加吉隆坡 那个马来西亚 台湾在那边办一个高等教育展 也是一样 最后一刻 他们的教育部长不能来 为什么 因为不能在场 有台湾的乔委会委员长 有你台湾的政务官在 他的政务官就不能出席 那我们再来说说看 那这些都是谁造成的 一方面中国造成的 中国国民党要负责 刚刚讲到一中各表是个共识 听起来笑死人的 九二共识包括一中跟各表 就好比说我跟家人在吵 谁家的老婆比较漂亮 大家手机拿出来 我说我家老婆比较漂亮 他说我家老婆比较漂亮 就我们的共识是什么 我家老婆比较漂亮 那各表 各说各家的 那叫共识吗 难道说教书令的说法说 所谓各说各话就是共识 那以后哪需要共识啊 你说你的 我们的共识各表 所以九二共识 只有一中 在中国的眼中只有一中 他不管你是马英九来 还是全美嘉丽来 他说一样 你就不能给我各表 就是不能上台 真的 国民党真的不要再讲 这种一点吵声的话题 要九二共识了 这个家良艺员怎么看 中国无所不用其解 打压 连选美小姐都不让他上台 还记得2015年那个时候 那个我们台湾的一个艺人 在韩国发展的周子瑜 那时候只因为 他拿了中华民国国旗 然后因为中国的施压 因为这个 然后他就被迫 在他经纪公司的要求下 当着一幕道歉 当时多少台湾人薪水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杠曼隆在那个地方 他本来也是代表台湾 希望能够上台 他也是拿着台湾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可是却最后一刻不能上台 其实刚好我们桃源市政府 资科局的局长 也参加了这场资讯界的盛事 他其实就是一个开幕典礼 可是连这样的开幕典礼 没有政治位的开幕典礼 中国都要把它搞得 那么有政治位 就是不能让中华民国的国旗上台 不能让台湾的加力上台 其实这真的是让台湾 很多台湾人 其实我看了这一幕 也都觉得心碎 为什么连一个女孩子 然后在那边代表台湾 都不能够代表台湾上台 这其实是很多台湾人的疑问 可是这也会有让人 有更多的疑问 就是即便做到这样 中国这么的蛮横 打压台湾了 台湾人还有国内还有在野党 竟然还要跟中国相唱和 还是继续坚持着九二共识 其实尤其在俄乌战争以后 世界各国看待这个 俄国跟乌克兰的关系 就像看待中国跟台湾的关系一样 当人家其实已经就是 虎视眈眈 就像武力侵犯你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还有一个 国内的在野党 最大的在野党 还要急着要跟对方对话 我要对话 我要对话 但你都要对话 那其实谁要来帮你 谁会觉得你们是真的 不希望能跟中国同一个国家呢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